這個地方,我提到就是,字串是模擬字圓 所以如果我今天想要把字串的每個字都切開來的話,並且輸出,該怎麼做呢? 實際上,如果我今天輸入幾個字好了,輸入我自己的名字 三個字有沒有,如果我今天要把它切切切都出去的話,我按一個Enter 通通輸出了,實際上你會發現它就是字圓,切切 那我怎麼做,這個地方當然幾個步驟,第一個也是一樣讀進來,前面都一樣 再來我怎麼樣把這個資料分別,其實我這個地方就可以用一個FOR迴圈 這個FOR迴圈實際上也是針對這個陣列而來的 其實我們可以把字串當成一個陣列 那這個陣列的話,它的條件是怎麼樣呢?就是我印著一個I 一樣的方式,印著一個I有沒有 它的初始值是印著I,那等於多少呢?我從零開始 零開始之後的話,接下來我的條件 我跳出的條,這個我進入條件,就是I 必須要怎麼樣呢?它小於哪一個呢? 這個陣列是在哪?S 其實它基本上就是一個陣列嘛 所以它一定會有一個陣列的長度 陣列的長度呢,裡面就有一個Lex 所以這邊的話呢,有一個Lex Enter Lex裡面的話呢 然後呢,我接下來就是我的後面就是加什麼呢? I,加一下就好了 那這樣子它就會在這個FOR迴圈裡面跑 跑出來什麼東西呢? 我就要String,把它這個輸出我裡面的資料 所以我這邊也是一樣怎麼樣呢? print,有沒有 system.out.print line 有沒有,就一行一行 因為我是要換行嘛 但如果你沒有換行,就會變接在一起 後面的話呢,加上一個刮符 刮符的部分的話,我最後先把它結束就好了 裡面呢,我就加上什麼呢? 加上我要輸出的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我就引個S好了 S的開頭,我這字串就是我一個中刮符 刮符裡面呢,就是加上什麼呢? 加上I 比如說第幾個字好了 加上什麼呢? 再加上後刮符 後刮符的話是中刮符 然後呢,我這地方輸出之後呢 就加上什麼呢? 後面它等於 這邊再加一個等於 等於哪一個字 所以加上S 這個陣列裡面 我裡面希望什麼呢? 我裡面希望什麼呢? 把某個CHA 把它輸出的話呢 這邊有個方法 叫做CHAAT 有沒有? 就這一個 CHAAT 方法 那裡面呢 我就給它第幾個字 裡面加上一個I 這樣子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一個字串 它自動會幫我把CHAAT 裡面的這個 一個一個 這個CHAAT 通通把它切割出來 並且輸出 試試看好了 一樣 把這個 這個 直接 把這個貼上好了 Enter 有沒有? 直接切切切切切切 Enter 通通把它分成 字串裡面 只要你給它一個字串 它就通通把它切出來 所以也就是從這邊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 這一個 S 這個class 有沒有? 它實際上就是模擬 字圓所產生 那這裡的話 你們試試看 還有就是說呢 剛剛有講 Next Line 這地方如果說 今天我假如把它改成 Next Line 結果會不會不一樣呢? 其實也是一樣 只是說差別在哪裡呢? 讀進來是一行 會多那個R跟N 的符號 那這個地方如果說 你直接 它應該理論上 也不會 把它貼上去 剛剛是讀入 這個文字 那現在是讀入一行 也就是後面的部分 它也不會處理 它不會處理 這裡的話 我想你們試試看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特別注意這個地方 比較重要的 比較會有問題的 應該是在這裡 For回圈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i要小於這個的長度 i++ 然後跑回圈 那這個地方就主字串而已 那比較會有問題 要記得就是チャAT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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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可以 感谢观看